俄罗斯人 那肯定的呀 待在对面的不可能是中国的吧 还有小孩呢是吧 这个有点 你得放在这上面吧 不行放在上面更不稳 还有狗呢是吧 我不知道的是 是人是狗 有一个人蹲着呢 蹲的是个人 我还以为带了一只狗呢 太远了 看不清楚 哎这不是对面的车吗 嗯 哇这好多人在生活骑呢 是不是 啊 广场那么多人 那那边也是旅游区吧 大巴车 他们在看咱们呢 我们在看他们 他们在看咱们是吧 他们在看咱们呢 在看中国边境看 哈哈哈哈 我们在看他们 他们在看我 对 看那也是旅游大巴呀 这不是坐大巴车 对 他的国际下边呢 来了个快艇 哼 对边也是旅游地 而我们在看他们 他们在看我们 看是看肯定看不见 招手肯定看不见 太远了 看这就是中国这边的游船 游船好像是允许到这个 边边上的啊 看他都快快到这个 对面去了 离对面很近很近的 这边就是俄罗斯了 哦军舰 这个应该是专门给中方参观的军舰 所以这个船应该是开到那个军舰处的 中国260号戒备 这旁边有一个亭子啊 如果你凌晨2点钟站在这儿 那你有可能是这个中国第一个看到太阳出身的人 所以这边叫中国手照 然后在镜头里边我们找到两个俄罗斯的标型大汉 上衣扑穿着 然后站在河边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看看 这还有一个比较富有俄罗斯特征的一个建筑屋 这船人还在这儿呢 我天他们啥时候回来 就是这个桥它关闭了 不知道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桥直接上黑瞎子倒 俄罗斯的船开的好近啊 俄罗斯的船那是中国的船 那时候咱们等会要做的游船 我们现在在这儿等船回来 你看这个广场挺有特色的 四个脚有四个滑表 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 很可惜那个大屏幕破坏了这个场景 不然的话还是挺挺漂亮的啊 这边 车里边已经30多度了 我们现在要把给奥斯卡的风扇给它夹在这儿 然后它可能会握到床帮边这儿 然后把摆头打开 夹在这个位置就好了 对 然后我们要把前排的玻璃稍微降下来个缝儿 这样才能造成空气流通 好 可以了 他们应该都上去了吧 因为我刚才回车里边上了厕所 宝和号 08 旁边还有一个转 那是码头 来的不早不晚 好啊 我们一起在等 是吧 还有了正伙子 上 哎呀 哎呀 这还可以直接上去 哎 这上面这观景可以啊 哎呀 对对对 走先下去 上面太晒了 等会就上了 下面还有船舱 哎呀 为什么不做这个带窗户的 哎呀 等不上老板了 不行 走了 呵呵 下师就在这儿 来 船头看看 这地方占人有点危险啊 我们等会即将就去那个 哨塔 能看得到 船以后还瞎倒吧 因为已经不能登陆了 哎 我们六个 我们现在打算上上面去 哎 这从哪儿上的啊 这儿上的 从这儿就可以上到甲板 船要启动了 我们出发了 我们出发了 在这种边境线上的河流啊 船尾的五星红漆就显得更加明显 这还竟然还有音乐 还讲解还是 在我们现在正前方 这就是黑瞎子岛了 就是乌苏大桥 乌苏大桥是那边 不远水道 全长约6.4公里 其中主桥16006米 运到4.8公里 永乐年间 如果我们可以登岛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碑旁边去照相啊 黑瞎子岛 刚才介绍说 黑瞎子岛上 因为有黑瞎子除沫 所以叫黑瞎子岛 这个黑瞎子到底是个啥 我们还是下到下边来啊 下边来这个风小一点 上面怕有风噪太大了 看这边呢景观也不错 黑瞎子岛之前是俄国占领了 然后 现在目前控制是中国控制一半 俄罗斯控制一半 所以之前黑瞎子岛脱离中国控制 大概79年之后 就再次 回到了这个祖国的怀抱 我们现在离开黑瞎子岛 我们 可以更距离的看这个观察照 真好哈 上面写的是什么 啊 看现在从这个小缝隙里边再往外看 上边明明有那么大的窗子 你往前面坐一点不就看到了吗 对 很聪明 哈哈哈 放不开 我的天 从这个小缝子里边再看 我们离开了我们这个东极 去往俄罗斯方向 这边可以近距离的 观看俄罗斯的 陆地边境 往上楼去 这边可以直接上去 这边就是乌苏里江的这个借江哈 它中间有个浮漂 是当时划定的这个边界 其实也不能靠得太近 但是已经在江上了 看对面就更加清晰了 随便都可以看到一个房子的窗户里边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户人家在干什么 不是人家吧 这好像是一个什么 商便 这么大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俄罗斯对面那个景点 刚刚这停一个大巴 然后占一大片人 哎这下面有个人在钓鱼呢 是不是 果然 这有一个人在钓鱼呢 坐在这 这江两岸这个钓鱼的方式都一样啊 都是在用抛杆 这个江的水啊 能打抛杆 对 这对岸俄罗斯的这个民宅 这个就很有俄罗斯的这个特色了哈 尖顶然后上面是有一个 阁楼 哦他们对面还烧烤炉子呢 今天你看这旁边有烟囱 家里烧着炉子或者是壁炉 这边的是后院 抓金屯的村民在抓鸡山脚下沿江而住 离这个俄国军舰就越来越近了哈 不能叫俄国叫俄罗斯 美丽悲壮的神话故事 据说女真人还没有来到这里前 这里来了一位美少女抓鸡 最后船上的船员 他们也在看我们 虽然很远 谢谢 走了去住车地 很近啊应该 什么 不知道呀 都不知道在哪 这边不是有个东西小镇吗 没有啊 在这边住着 好 咱们 咱们